欢迎收看凤凰说 有些帅气的男明星 从小就长得可爱 像是童星出身的吴蕾 可说是一路帅到大 或是当年有小旋风之称的林志颖 都是小时长得好 长大也没长歪的例子 不过演艺圈有许多男明星 小时候不起眼 甚至更是个小胖弟 长大却长成男神 今天凤凰就要来盘点 这些小时长相普通 长大变帅的男明星们 彭于晏 今年39岁的彭于晏 是许多人眼中的天才 彭于晏的形象阳光健康 不止五官生的好 更又有一身健壮的身材 观众肯定想 彭于晏大概自小就是个帅哥吧 其实彭于晏小时候是个小胖子 虽然看得出眉眼和现在相似 不过上年时期的他 只有比小时候更胖 大概就是班上那种 外貌不起眼的男生 后来逐渐瘦下来的他 五官变得明显 成年出道后开始有了型男的模样 演出仙剑奇侠钻石 看得出来就已经是个五官深邃的帅哥了 后来彭于晏在电影《翻滚吧!阿信》 饰演一位体操选手 精实的身材让许多人惊艳 当时彭于晏控制饮食 体脂率降到6% 更练到能够不用替身 做出许多体操动作 这部戏除了让他入围金马奖影帝 也让他的好身材生命远播 揭拍了饰演拳击格斗选手的激战 再次展现好身材 2018年的电影《斜不压正》中 更有一场全裸的出狱戏码 号称44寸超大胸肌 以及紧实的八块腹肌 让人惊叹彭于晏不愧是男神 也印证了每位胖子都可能是潜力骨 知名歌手潘伟伯过去是以动感嘻哈的风格 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也是形象比较帅气的男明星 潘伟伯曾经有一张学生时代的照片流出 金边眼镜配上中分发型 十足傻憨乖学生的模样 和现在的形象差异非常大 刚出道的潘伟伯以帅气著称 不过他自称有异胖的体质 小时被称为是小助攻 有天使般的面孔 魔鬼般恐怖的身材 出道后才被唱片公司告诫要减肥 但常常有着互胖互瘦的体型 自己都很困扰 这是拍我的吗 我把它翻过来永远一下 我的天啊 Oh my God 我不能吃啊 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潘伟伯的体重也不能透露 因为想要减肥 每天都在想 不像十几年了 潘伟伯出道后 体重从64公斤到80几公斤都有过 让他得不断控制饮食 但还是常被拍到发胖模样 艺人的生涯真是辛苦 王力宏 音乐才子王力宏 拥有帅气的外形 直信的气质 是非常受欢迎的歌手 也是男神等级的任务 但是他的长相 小时候却是很普通 像许多男孩子 王力宏也喜欢打棒球 从小就学习小提琴 非常喜欢音乐 不过小时候的外形并不特别出众 长大的王力宏是越来越好看 19岁刚出道的样子 还是个腼腆的男孩 随着他之后 在音乐之路的大放异彩 如今也成为了一个 成熟又有男人味的男神了 人气一直很高的肖战 斯文的脸庞 高瘦的身材 外形俱美的他 是最新一代的男神人物 一直以来 维持着相当鲜瘦的体型 让人意外的 肖战小时候 竟然曾是个可爱的小胖弟 唯一比较像的 大概只有笑容灿烂的模样 小时候的他 一直维持着圆圆的脸庞和体态 少年时期开始比较鲜瘦 和现在的眉眼有几分相似 大学的他看起来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后来继续变瘦 高挑的身材看了出来 拥有超过180公分的身高 肖战小时候 也是长得比较普通的一位 但是长大后却是越来越帅 相貌眉清目秀 在歌唱上也非常有舞台魅力 王一博 武艺超强的王一博 有张白系英俊的脸 和超过1米8的身材 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位男明星 是外形好看无庸置疑的一位 王一博小时候也是个圆圆胖胖的小孩 从小就学街舞的他 年纪小小的就拍过写真照 当时的风格让王一博看起来 还真有点像国标舞老师 对比现在王一博的样子 少年时期其实没有特别帅气 但是随着长大 身材抽高又变瘦 眉眼开始分明 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越长大越帅的一位 易烊千玺 易烊千玺出身少年团体TFBOYS 严格说来长相是绝对不差的 不过以演艺圈的高标准来说 当时许多人认为 易烊千玺长得比较普通 易烊千玺小的时候 确实长得并不可爱 顶着西瓜皮的发型 鼻孔有些朝天 稍微长大一些后的少年时期 这个长相还是离帅哥很远 不过高中的他是越长越好看 开始有些清秀小生的模样 五官渐渐的分明起来 眉眼也似乎展开 一直到现在 易烊千玺无疑的 已长成了一个大帅哥 易烊千玺的成名作《少年的你》 导演曾国祥曾说 当时易烊千玺试镜时 并非第一人选 因为觉得他还没长开 第二次试戏觉得好一些 却还是看起来太稚嫩 直到又过了大半年再次试戏 发现易烊千玺 眉眼分明眼神坚定 后来在这部戏里 演出的《叛逆小混混小北》 也让他一举拿下 金像奖和百花奖的新人奖 易烊千玺觉得是越长越好看 成功逆袭的一位 陈飞宇 陈飞宇是知名导演陈凯歌 和当年有第一美女之餐的陈宏 两人的儿子 有着这样好的基因 陈飞宇不但长得好看 还拥有188公分的高大身材 简直是得天独厚 不过 陈飞宇曾经是个小胖子 他10岁的时候 在《肇事孤儿》中演出 可以看得出来 顿位不小 陈飞宇曾说 自己生涯的最高体重 曾经飙到了100公斤以上 被妈妈评价为肥油腻 后来因为喜欢的女生 不喜欢自己 才痛下决心减肥 现在的陈飞宇 五官精致 身材高手 进军演艺圈开始展露头角 也是成功逆袭的范例之一 李宪 和杨子演出《亲爱的热爱的》 被观众称为国民老公的李宪 外形帅气 颇有成熟男人的韵味 当年他在演出和声时 就有许多裸露上半身 展现好身材的画面 也是新生代男性中的帅哥之一 不过李宪小时候 也是圆圆胖胖 和现在金石壮瘦的身材 有极大的差异 少年时期 相貌夹杂在一大群人中 也是非常的不起眼 不过渐渐长大后 开始看得出现在的模样 大学时代爱打篮球的他 身材开始变瘦 也越变越帅 直到大学毕业 就和现在的样子 相差无几了 出道后的李宪 是越来越有形 更靠着健身 练就一身好身材 再次证明了 小时候胖不是胖 长大也能男大十八变 修杰凯 修杰凯和老婆贾静温 这一对明星夫妻 端的是男帅女美 两个人的孩子 也得到了父母的基因 小小年纪就是眉清目秀 让人猜想 修杰凯小时候 大概也很帅 不过别看修杰凯 现在是180公分高的帅气新男 小时候同样是个小胖弟 修杰凯曾说 自己小时候 因为哥哥太优秀 所以很自卑 外形也普通 一直没什么自信 后来进入演艺圈 找到自己的兴趣 学会表演 才开始变得有自信心 现在修杰凯 也算是一位帅哥了 周润发 一代巨型周润发 有过非常多经典作品 在英雄本色 赌神中的演出 让人至今印象深刻 是难以超越的作品 一身鼻挺西装 照拍的阳光笑容 是上一代最出名的老帅哥之一 不过周润发小的时候 相貌很普通 照片里的样子 看起来眉头深锁 但是长大后的周润发 简直是男大十八便 刚出道时的模样 五官就非常俊秀 后来的他更是越来越有 男人的成熟韵味 特别适合穿西装的发哥 眼神迷人 即使是已经年过六十的发哥 虽然脸上多了皱纹 并变多了白发 却仍然风采已久 蔡徐坤 这几年非常火红的蔡徐坤 当年在偶像练习生 就非常受瞩目 最终获得该节目的第一名 后来发行单曲和专辑 都大受欢迎 是兼具外形和才华的 创作型歌手 光看他的脸就十分俊秀 舞台上的他 也是既帅气又性感 小时候的蔡徐坤 长相比较平凡一些 少年时期的样子 也和小时差异不大 肤色比较油黑 外形也是普通一些 但是在长大一些后的蔡徐坤 越来越好看 人开始变得俊秀 眼睛九中有神 也有了更多的笑容 蔡徐坤也可以说是 从小长到大 颜值越来越提升的一位 郭麒麟 过去在《庆余年》一剧中演出 受到瞩目 今年单纲坠绪男一号 创造了极好回响的郭麒麟 是相声大家郭德纲的儿子 名副其实的新二代 虽然郭麒麟 不是许多人眼中的帅哥 不过幽默讨喜的个性 极致的反应 不同于时下小生的风格和模样 让许多观众 看了他的节目和戏剧 瞬间被圈粉 郭麒麟小时候 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小弟 到了少年时期 他还是胖小弟 再长大一些 他也没有瘦下来 多年前拍摄电影时 可以看得出来只有更胖了 体重最高的时候 超过了100公斤 据说后来 也是因为有喜欢的女孩 因为自己太胖 不敢表白 让郭麒麟下定决心减肥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瘦下来了 成为一个相貌看起来还颇可爱的大男孩 演过几部戏开始走红后 甚至还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也可以说是变化很大的一位了 看完了这些小时平凡 长大越来越帅的男性们 观众们认为 谁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 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凰